我们生活在时期中 人类从来没过 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 我们依然看到太阳 我们依旧看到星星 只是比从前我们对生活更热爱 我们对生命更珍惜 告诉我吧 你在烧什么菜 你在跳什么舞 你在唱什么歌 还是你与亲友亲心 还是你在感悟人生 展现你的手艺 展现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传给世界上上心之人 传给500年后的新人类 让全世界一同宅家乐 大家电视台 大家一同宅家乐 征集对生活的热爱 请到油管寻找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大家一起宅家乐 期待你的作品 详情请质询屏幕上的邮箱地址 纽约全州新型冠状病毒确诊 6万6 库默表示说 全国的资源正在集结向纽约 纽约这张库默30号的时候 表示全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的病例 已经增至了66,497例 比前一天新增了6,984例 死亡人数从日前的965例 增加到了1,218例 而纽约市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30号的上午的10点30分的时候 纽约市全市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的病例 已经达到了36,221例 死亡790例 其中皇后区的病例总数为 11,868例 占到了全市确认病例的33% 布鲁克林占了26% 人数是9,521例 曼哈顿5877例 占到了16% 布朗市区6830例 占到了19% 史泰登岛2091例 占到了6% 另外有34个人的住址 目前不是很明确 纽约州的州长库莫30号的时候 紧急呼吁全国的医疗工作者 前来实验纽约抗疫 他表示说 抗击疫情是一场战争 前线就是医院 医护人员就是士兵 目前纽约州的疫情 十倍于加州 希望全国其他并没有出现紧急状况的地势 相关的医护人员能够紧急的增援纽约 缓解纽约即将崩溃的医疗系统 库莫埃表示说 纽约将是全美最先接近疫情高峰的地区 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医护工作者 每天连续工作12个小时 医疗资源已经告急 他还表示说 随后其他地方也会迎来高峰 一旦纽约挺过了高峰 也会派出医务人员支援其他的地区 首批中国物资抵达纽约 库莫大赞马云信守承诺 细心观众病毒肺炎肆虐之下 美国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 开展了空中走廊的计划 从海外采购了医疗用品应急 首批80吨的物资 星期天也就是29号的时候 由上海运抵了纽约 主要分配给东岸的三个重点周份 华府采购的物资 将分为22架货机运送 预计4月初的时候将送达 联邦应急管理局表示说 该架来自上海的货机 载有13万个N95的口罩 180万个外科口罩 以及医疗袍 1000多万只手套 以及7万多个体温剂 稍后送达纽约州 新泽西州 以及康涅狄格州 其他的医疗物资的货机 分别于星期一也就是30号 还有星期二也就是31号的时候 飞抵芝加哥和俄亥俄州 白宫表示说 从海外空运物资 只需要两到三天 较正常的海运方式的 20天到40天要快很多 这项空中走廊计划 是由川普总统的女婿 兼高级顾问库什纳主导 多间的医疗用品分销商都参与了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 华府还与泰国 马来西亚 以及越南 台湾 印度 洪多拉斯 还有墨西哥的医疗用品生产商 进行了采购 为部分的州市场 还有议员不满联邦政府的手脚慢 自行安排运输中国的医疗物资 部分更依靠于姊妹城市 以及地方政府的关系 来确保货源 另外 纽约州的州长库默 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说 逐一的感谢了向该州 捐赠医疗物资的一些机构 还有组织以及人士 包括了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 他指该公司捐赠的N95口罩 还有护目镜以及手套等等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马云此前承诺向美国捐赠 100万片的口罩 还有50万份的检测试剂盒 这批物资日前已经从上海运点了纽约 将用于疫情最为严重的纽约市 库默在记者会上 对出席记者会的阿里巴巴的总裁 埃文斯表示了感谢 他呼吁联邦政府统一采购行动 避免多个买方推高物品的价格 库默还表示说 讽刺的是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 全球发生疫情的地区 大多数都需要从中国来购买防疫的物资 而且由于防疫需要巨大 现在美国各个州都在单独的前往中国进行采购 右方相互的竞价推高了购买的成本 价格已经从最初的2万美元 猛涨到了5万美元 库默表示说纽约州是全美的疫情镇央 是最急需物资的地方 他呼吁联邦政府统一出面 为美国采购物资 避免价格被抬高 库默还重申 尽管纽约市此前宣布 将在公园游乐场等公共场所来加强执法 避免人员的集会 但目前成果不大 仍有不少的场所人员密度过大 他表示纽约州暂停的防疫命令指的是 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出 民众应强制待在家中 外出不仅给自己带来危险 也会给他人带来危险 外出进行必要采购的时候 一定不要聚集 不要和他人发生近距离的接触 川普说禁足令要延长到4月底 6月前将重启经济 来自美国进的报道说 美国总统川普将社会的距离和其他的抗击 新兴冠状病毒肺炎的指导方针 已经延长到了4月30号 称迄今为止 所做的是在拯救生命 川普在星期天的时候表示说 你做得越好 整个噩梦结束的速度就会越快 他也表示说 我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重新的开始 政府建议的最初两周的疫情缓解指导方针 定于周一到期 川普预测美国的死亡率将在两周之内达到峰值 并表示美国将在6月1号之前 在复苏的路上走得更好 川普曾经表示说他希望美国在4月12号复活节之前 恢复经济的活动 他说不希望治愈经济关闭的方式比疾病更加的糟糕 他放弃了周日的承诺现在把复活节最后的期限成为雄心勃勃的 另外川普表示说他将在星期二的时候提供更多的有关于延长指导方针的细节 并承诺在未来的几周之内公布有趣的事情 告诉人们他们会感到惊讶 川普的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西表示说 延长联邦社会距离指导方针的决定是明智而谨慎的 他说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已经产生了效果 尽管他坚持自己此前预测的 美国将有超过10万人死于细心冠状病毒 细心冠状病毒特别工作小组的成员戴博拉比克斯博士就表示说 如果人们不认真的对待社会距离和其他的措施 可能会有多达220万美国人死亡 甚至更多 川普还感谢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迅速的批准了一项新的细心冠状病毒的测试 他说这项测试在5分钟之内就能够产生闪电般快速的结果 他说这项测试是全新的游戏 他还说目前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的病例排在世界第一位 是因为美国做了最多的测试 尽管美国在人均测试次数上落后于韩国和意大利 川普最近的民意支持率创下了他总统任期之内的历史新高49% 部分原因在于他处理疫情的方式 但是他说他不希望因为这样的情况而受欢迎 他宁愿归功于一个强大的经济 除了病人直接死于病毒 川普还预测如果人们的生活因为病毒而继续的颠倒 那么自杀抑郁以及吸毒的人数将会上升 他感谢美国人民在克服危机方面所做出的爱国主义和无私 鼓舞人心的英勇的努力 川普在星期五的时候签署了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 以帮助美国人和企业度过当前的难关 这项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向大多数的美国家庭直接的支付现金 他说大多数的人会在几周之内开始收到支票 美系百货将有12万多的员工放无薪假期 来自路透社的报道说 美系百货公司星期一的时候表示将从本周开始解散其13万名员工当中的大多数 因为该公司的所有门店 因为这一次的新型观众病毒的大流行而暂时的关闭 截至到2月2号的时候 美系百货约有13万名的员工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 全美最大的连锁百货公司 美系公司继三月中关闭了实体店之后 已经要求12万5千名的员工中的大多数开始放无薪的假期 并继续延长因为细型冠状病毒而关店的时间 细型冠状病毒爆发 重创了美系的业务 美系百货表示说 自3月18号起 因为细型冠状病毒关闭所有的实体店之后 销售几乎流失殆尽 关闭的美系百货之外 还包括了集团旗下的一共839家的店面 美系百货表示 仅会保留最少的员工 维持数位与分销业务等一些基本的运作 放无薪假的员工至少在5月之前 仍然享有公司提供的健保 未来业务逐渐恢复的时候 期待能够分批的请员工回来上班 美国呼吸机之困爆13年前失败的计划 来自世纪日报的报道 就说美国可能和意大利一样 将陷入医疗资源不足的窘境 但其实过去曾有计划大批的制造呼吸器 因应呼吸道疾病的大爆发 最后却失败收场 13年前就有公共卫生专家指出 造价昂贵数量不多的呼吸器 为美国医疗一大硬伤 相关当局征求厂商设计评价 以及可携带的呼吸器 目标在2010年或2011年达到量产 称为光环的计划 却由卫生福利部的新成立的 生物医学高价研究和发展管理局主导 最后没有选择大型企业 而只是生产呼吸器 背后为日商的纽波特医疗器械公司 希望将一台1万元的价格压低到3000元 没有想到2011年做出原型机 纽波特遭到了科维迪安公司 仅用1亿元并购 原计划人员不是撤离 就是被调往了其他的单位 之后呼吸器不再是首要的目标 时任纽波特研发总监的科劳福就表示说 能够被联邦政府认可为供应商 是很骄傲的事情 科维迪安被质疑并购案的目的是 为了阻止纽波特生产平价的呼吸器 从而危机到自身的利益 纽波特的总裁杜宏林表示说 本来还对这项计划非常的感兴趣 2014年还没有收产任何一台呼吸器 科维迪安就表示希望退出合约 最后政府同意终止计划宣告胎死腹中 如果当时顺利的生产呼吸器 现在的疫情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回到如果只剩下一台呼吸器 那到底给谁用的争论当中 日前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当中就写到 有英国的研究人员指出 争论年轻人还是年长者有价值 让我非常的不舒适 如果20岁比50岁更有价值 或50岁更富有经验和专业能力 对经济更有贡献呢 宾州大学医学伦理和健康政策系的主任 爱曼牛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20岁的年轻人的生命旅程将更加的漫长 让他更有理由应该获得稀少的医疗资源 决心拯救生命的执行长 前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的主任费和平表示说 关键是原则公开透明 不将种族财富等因素纳入考量 澳大利亚媒体爆料说发烧人爱分失联 澳大利亚著名的新闻节目60分钟 报道说被称为发烧人的武汉市的中心医院的急诊科主任爱分已经失联了 爱分的微博最后更新的时间是在3月29号的晚上10点39分 该报道表示说他发布了一张汉江口的照片 并配有一江水一座桥一条路一生钟的文字 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在澳洲媒体报道了之后 目前外界仍然没有办法准确的确定他是否已经失踪 爱分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医生 与吹哨人李文亮是同事 3月10号的人物杂志 刊载了发烧子的人爱分的专访的文章 记录了他的亲身经历 第一手的禁文从一个医护人员的角度叙述了武汉疫情发生发展发现到公开的血泪陈述 爱分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是武汉市内27加三级甲等医院之一 该院后湖院区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两公里 是较早接触到武汉肺炎病例的武汉医院之一 在2019年12月16号他的急诊科接到了一位莫名其妙的发烧的病人 22号的时候就转入到了呼吸科 他说具体管床的同事在他耳边嚼了几遍 说爱主任那个人爆的是冠状病毒 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个人是华南海鲜市场里面做事的 12月27号的时候又来了一位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的病人 12月29号的时候爱分所在的急诊科 向医院公共卫生科上报了7例发热病人当中急诊科收治的4例 爱分当时就推断这个病人可能人传人 12月3号的时候爱分拿到了一份不明的肺炎病毒的检测报告 他用红圈圈出了SARS冠状病毒的字样 并且把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他医学院的同学 随后这份报告在武汉医生圈的微信上传播开来 而从中转发这份报告的就包括了李文亮在内的八位医生 他们其后遭到了当局的警告 12月31号的时候武汉市的卫健委通报了27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相关情况 并宣称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传人 没有发现医务人员被感染 就在当天李文亮受到了该市魏纪委和医院的警告和批评 而医院转发武汉魏纪委的消息说 警告不能够对外随意的发布不明肺炎的信息 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了恐慌 要追究责任 爱分作为传播的源头 他被医院的纪委约谈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 称他作为专业人员在造谣 爱分向人物杂志表示说 如果他当时不遭到他们那些训斥的话 如果医院内部相互沟通 如果是1月1号 大家都这样的引起了警惕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悲剧了 因为隐瞒疫情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爱分叙述表示说 仅仅急诊科就有40多人被感染 采访当中 爱分数次的提起了后悔这个词 他后悔当初被约谈后 没有继续的吹响哨声 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 他说早知道有今天 他不管怎么批评 他也要说出去 尽管因为披露这一次的疫情 遭到了打压 爱分仍然表示 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 必须有人 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 爱分被称为 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了水面 也有人称他为吹哨人 爱分纠正了这个说法 他说自己不是吹哨人 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爱分的专稿是人物三月刊封面专题 武汉医生的第二篇的报道 在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 在武汉视察的当天刊出 文章出来之后 立刻被中共的宣传部门紧急的全网删文 目前各界对中国的冠状病毒的疫情 是否受控仍然普遍的存在疑问 央视篡改美国教授的发言 捏造了源头论 来自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说 继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 指歪曲意大利名一 指意大利出现疫情早于中国之后 中国的央视网在3月29号的一篇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报道 又被网友揭发 同样是断章取义 借美国科学家之口 否认武汉是病毒的源头 央视的这篇报道的题目 很吸引人的眼目 说美国科学家说 武汉绝不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 文章引述了 美国杜兰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罗伯特·加里 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 我们的分析以及其他的一些分析 都指向比那更早的源头 武汉那里肯定有一些病例 但绝不是该病毒的源头 但不少的网友对比原文 发现这段引述 有意用武汉替代了加里所指的海鲜市场 原文说的是 很多人认为病毒来自武汉海鲜市场 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分析都指向了更早的起源 那里指的就是海鲜市场 有一些病例 但绝不是该病毒的源头 央视在翻译原话时 把句子当中的海鲜市场 直接变成了武汉 因此有了武汉 绝不是新型冠状病毒源头 一说 加里教授说的是 武汉那个海鲜市场 并不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 并没有说武汉 不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 事实上 中国内地的官方媒体 为了撇清武汉是病毒的源头 屡次对外国专家发言进行了改造 早前中国的官方媒体 环球时报报道也指出 意大利的名医 雷木齐指意大利出现疫情早于中国 暗示中国或不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地区 雷木齐24号通过意大利的媒体 曾经说 直指病毒当然是中国来的 并指责有人断章取义 恶意 曲解他的话 早前一段时间 中美外交官为新型冠状病毒源头频频开火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直接就指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是美国 但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接受美国的媒体联合采访的时候表示 他坚信散播新型冠状病毒源头 来自美国军方实验室 这类的谣言是疯狂之举 东莞的厂商说 造假测纹枪是爱国的行为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中国防疫用品质量成疑 日前更有中国内地的企业老板扬言 要做假的测纹枪卖给美国 让他们未能准确的为国民做检测 事后老板称自己当时只是处于爱国的情怀 有学者分析指出 近几个月在疫情当下 当局推波竹篮的发出了不少的舆论战 民族主义成为了防疫的一部分 另外又有当地的居民指中国国内好多乱象 不少人在疫情之下大发国难财 很多防疫用品都是假的 近日多次有国家反映中国的防疫物资 出现了品质的问题 例如荷兰就从各大医院紧急的召回了 60万个由中国生产的口罩 西班牙也退还了34万份的 易瑞生物科技公司生产的快速检测试剂等等 就在中国制造的抗疫物资 面临信任危机的时候 中国大陆又发生了制造假货的事件 中国大陆近日疯传一个微信的截图 内容是广东东莞市的一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老板 张某在爱邦俄文枪产业资源交流 三群组建议其他的一些厂家做假的俄文枪卖给美国 他还说让他们39度测出36度5 让他们越搞越多 看他们美国还有多少人去别国商人 该报道表示说翻查资料 东莞的这家科技公司位于东莞市的长平镇 该为张姓的人士占股90%为该公司的经理和执行董事 事件遭到了中国大陆网民猛烈的抨击 留言则是一面倒 例如说粗制滥造 祸害中国制造形象的企业家 有人说直接关门大吉 别再祸害人了 还有人表示说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 怎么会堕落到这般的田地呢 真是值得人们反思 从众多的留言上来看 即便是关于中美的事情 暂且看来大多数人还是保持了相对的理性 不过该名张姓董事在上个星期一天 也就是29号 在接受中国大陆媒体大白财经观察的访问当中就指出 当时是出于爱国的情怀 一时冲动开了个玩笑 没想到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其后当地的政府人员已经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他叙说事件令他终身难忘 并且表示说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他愿意道歉 以后再也不会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了 无独有偶 这一次事件也令人想起了中国内地的杨妈妈周店 在店外放有关于庆祝美国和日本的疫情的横幅的事件 这种种行为在他们的心中都是出于爱国的情怀 但是旁人看来却是幸灾乐祸 其实部分的中国国民为何在疫情之下产生了这样的心态呢 清华大学前政治学系的讲师吴强 在星期一也就是30号的时候 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就表示说 这种爱国的心态是中国国内自小培养起来的 特别是在近几个月在疫情当中 中国内地发生了不少的舆论战 更是把病毒的起源归咎到了美国军队身上 中国的民族主义成为了防疫的一部分 吴强也指出 民族主义所引起的张玄东事件 虽然是开玩笑 但是连同病毒源头未明 中国内地近期屡次的出现了防疫用品的质量问题等等 相信已经加剧了全球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怀疑 而另外一个方面 除了仇外的所谓的爱国情怀心态造成了造假文枪的新闻之外 中国在这一次的疫情之下 内部也出现了很多的乱象 原本测文枪只是医院在使用 少数的部分家庭也在购买 为了防止疫情 尽早的发现社会内的一些体温异常的潜在人士 测文枪就成为了既口罩之外 各个企业抢购的一些产品 来自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说 现在中国国内的测文枪缺货 台价骗钱的现象频频出现 更出现了各种三无产品品质存疑 专家喊话说 吃外卖之前一定要做到这些事情 来自世界日报的报道说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相关的指引 新型冠状病毒通常是透过了呼吸道的飞沫 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 新型冠状病毒会透过食物来传播 但是它们会在物体的表面上存活一段时间 例如外卖盒和塑胶袋 如果民众触摸到了这些物体表面的病毒 再触摸自己的眼睛 口 鼻子 都有可能感染病毒 纽约大学食品营养与公共卫生名誉教授 耐索就表示说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 新型冠状病毒可以通过食品来传播 但是理论上来看是有可能的 研究食源性病毒以及病毒如何污染食物的 戴维斯加大学病毒学者迪卡皮欧也表示说 人们有可能透过食物的外包装感染病毒 研究报告指出 新型冠状病毒可以在金属玻璃和塑胶物的表面 存活两到三天的时间在硬纸盒上存活24个小时 因此透过外卖食物感染 细型冠状病毒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专家表示说 透过网络订购和付费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可降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的几率 建议在车上预备塑胶箱以及干洗手 还有消毒指径和手套 然后按照以下的步骤来处理食物 首先在开车到餐饮店来取外卖食物 或者从外送员的手中来取食物的时候 第一要戴上手套之后才去取食物 然后将食物和付费用的信用卡 放在车内的塑胶箱上 第二就是取下手套 用消毒液来清洗双手 方向盘以及汽车手把任何的按钮 第三就是不要在车上进食 因为食物外包装可能已经被病毒感染了 第四就是到家取除食物之后 再消毒相关的塑胶箱 第二就是将外卖食物拿进家中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第一先消毒台面或者桌面 分清洁与污染两个区域 第二就是将清洁的碗盘放在清洁区域 将外卖食物放在污染区域 第三就是食物如果用包装纸包装好了 打开包装纸之后将食物滑入碗盘当中 不能够以手来触碰 第四就是瓶装罐装的饮料 必须用消毒液来进行清洗 第五就是食物全部拿出来之后 丢掉所有的包装并消毒感染的区域 另外就是要避免吃生冷的食物 还有就是要避免吃自煮餐 第三就是最好喝煮沸过的开水和饮料 樊高的画作在新冠期间失窃了 来自路透社的报道说 窃贼一夜之间从荷兰的歌手拉伦博物馆 偷走了荷兰美术大师樊高的一幅画作 该博物馆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 而对公众关闭 报道表示说画作伦特图音或春天的花园 描绘了努嫩教区的花园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84年 该画作是从荷兰的格罗宁格博物馆借来的 各手拉伦博物馆的馆长鲁道夫·德洛姆 在YouTube上发布的视频声明当中表示说 我为之震惊 并对此感到非常的震惊 他说我们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创作的这些精美动人的艺术品被盗了 博物馆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东部的拉伦镇 当局呼吁盗窃者尽快的归还这幅画作 该画作已经被列入了国际刑警组织的 失窃艺术品的清单当中 报告表示说调查人员正在寻找安全录像 以及证人并且检查法证 这幅失窃的油画描绘的是一个女人 花园里有稀疏的红灌木丛 教堂里有一个背景 自3月12号以来 荷兰的博物馆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而全部的关闭了 如何才能参与大家电视台全新举办的宅家乐活动呢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您可以制作展示宅居精彩生活的各类视频 比如厨艺健身歌唱影评都是可以的 不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 还是视频制作高手都欢迎咯 嗯狗狗出去别欢迎咯 第二步呢就是上传您的作品给地球这端或者那端的我们 让我们节目组收到您的精彩作品 我们推荐您采取云端共享的方式把节目交给我们 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寄送 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油管 并且分享链接给我们 发送到屏幕上您所看到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 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 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宅家精彩生活了 嗯还有狗狗 然后呢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 评选每周每月每季还有总冠军的套榜单哦 有问题别迟疑上传节目接收邮箱 同时也做答疑使用 记得油管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stay home with me 我们一起宅家乐